好 我們看人民幣的貶值 觀眾朋友 這是我們抓人民銀行公布的最新的一個 這個外匯的中間價 當然兌美元過去這段時間 貶幅大概是4.6% 可觀眾注意看喔 先看貶幅 看位置 這是從今年5月份以來的一個走勢圖 人民幣直接兌歐元也是創造新低喔 但對日元就沒那麼慘 因為日元長期用貨幣貶值的方式 來提振自己的出口 來進行通膨的刺激 可是我們看到目前人民幣對日元的貶值 似乎才回到今年5月的位置 好 另外對澳幣 我們看澳幣因為今年貶得非常大 但目前為止 其實人民幣對澳幣 這個貶幅的空間 其實還只回到兩個月前的位置 對英鎊跟美元一樣 哇 這個創造新低喔 對加幣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看到 其實很多貨幣過去貶太久了 人民幣現在主客一位 你開始升 我開始貶 可是事實上這位置還差非常的遠 那我們再把這個圖刮出來 我們有三個時間點 一個是從今年最新 8月13號到8月10號 就是人民幣開始宣布自由匯率浮動 另外一個是8月13號到6月15號 6月15號什麼事 就是路股見到高點開始崩盤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段時間 從崩盤到匯改前的變化 我們先看一下從6月15號崩盤到8月10號匯改前 人民幣兌美元 觀眾朋友注意到是升值了0.01% 對歐元是升值了2.3% 對日元是升值0.6% 對英鎊0.34% 對澳幣是升值4.1% 對加幣是升值6.3% 那經過這三天 就是這一堆的貶值之後 整個答案變不一樣 觀眾朋友再懷看 現在最新的發展 就是人民幣對美元 還是做一個貶值的 就是今年以來變貶值的 那歐元貶的比較少 貶了3.1% 對日元貶3.1% 可是我們看到 它對澳幣跟加幣 目前仍然是在從6月15號以來 還是升值 所以到底貶的夠不夠 這可能另外我們要做一個觀察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全球市場其實作為美元重挫 引發了另外更大的危機 就是高收益债指數 是持續出現崩跌的發展 特別很怪 因為假如美元被影響 反映的是美國不升息 高收益债應該要反彈 可沒有想說高收益债 反而出現大跌 這是高收益债指數 這是高收益债的ETF 這個比台股跌得還慘 那高收益债 也代表市場對於風險的 接納度跟接受度 可在這邊出現轉弱 所以想要去我們做觀察 我們再看到包括了黃金 黃金的跌幅非常驚人 可是最近出現了一個月的平台 大幅的翻揚 包括了白金也出現了 有沒有破底翻 包括了白銀也出現大幅的轉強 我們知道 日本幣叫日圓 中國幣叫中圓 中圓最近貶值普渡之後 金子銀子 真的是弱洋子貴 您的觀察 對 這個其實人民幣重貶 這個影響其實這個應該是很少 你預期到這種狀況 那它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 一個蝴蝶效應 其實現在大家還在觀察 對 所以市場上說實在 還搞不太清楚 不過我們先來模擬一下好了 就說最近這些 這兩三天的狀況 我們先把它模擬一下 對 比如說人民幣出現重貶 對 那因為這個 中國是最大的這個貿易國 對 所以它對於其他國家來講 都是貶值 對 那為了這個跟中國的貿易 我需要取得一個 這個貿易上的一個 比較好的條件 我也必須跟貶 所以造成所有整個新興市場的貨幣 都呈現重貶 對 因為這個 你的貿易對手貶 我當然要跟著一起貶 那接下來這個 因為新興市場貨幣貶 當然我們都是用美元計價 對 所以相當於是美元在升值 對 升值喔 對 升值 那升值其實就等於是 美國FED在升息的效果 對 所以其實有人說 這個FED的升息 這個中國已經把它先做了 對 有點這種感覺 那如果它升息的話 因為造成說全球的股會市 股會債市都大幅一個震盪 對 那震盪以後可能 這個市場常猜這個FED 可能會緩升息 對 延緩 要不然的話這個 兩劑重拳打下去 是 就快昏倒了 所以美元反而這個地方 呈現走貶 對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慢慢觀察 不過我們這邊從幾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 當人民幣出現貶值的時候 那代表它對美國正式宣戰 因為我開始貶值 對 那我貶值以後對美國宣戰 但是我覺得這個大國之間 像美國 從第一次世界戰第二次世界戰 它哪一次發生戰爭在自己的國內 沒有 沒有 所以中國跟美國開戰 戰場也不在國內 對 它戰場是在歐洲 戰場是在新興市場 或在日本 對 反正就是非中美以外的地方 對 那美國不讓人民幣自己賭貶 我也開始貶下來 對 那這邊到底有什麼效果 昨天很多人很豬頭 人民幣大貶 輸回趕快把人民幣換成台幣 可是覺得台幣也貶值 趕快換成美金 結果今天早上 呆了 怎麼美元貶的比人民幣還兇 最後再換回人民幣就好了 怎麼做都被打 然後這個李專就非常的開心 對 賺了一堆手續費 那我們先來談這一段 就是說人民幣重貶有什麼效果 是 人民幣重貶 那假如是這個人民銀行主導的 一定是他主導 一定是 對 那我人民幣要怎麼貶 我在市場上拋售人民幣 對 那拋售人民幣 而且我在市場上回收美元 對 所以你市場 剛剛事光前面提到說 這個對國內是寬鬆 就是我在市場上拋售人民幣 對 國內採取寬鬆政策 對 然後市場上把美元全部收起來 對 所以大家如果說在銀行 你會特別注意算 最近市場上很缺美元 沒錯 大家要收美元 大家搶美元搶翻 那現在我收到美元做什麼 去買美國國債 是 所以你剛剛看到什麼效果 就是美國國債的殖利率往下跌 美國國債的價格往上升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現象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解讀 所以第一個 這場不在國內 對 就是兩個大人在打架 我們去隔壁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庭園來打 對 打爛的是別人家的事情 對 那到底要誰搶到就誰贏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 人民幣一旦重貶 已經代表說美國升息的效果 對 所以市場上比較擔心說 這個美元萬一在升息 美國在升息怎麼辦 是 所以如果說以9月份升息的 這個機率或賠率來看 對 事實上這個是大幅的滑落 就賠率 昨天這兩天 掉下來了 對 因為那是58%掉到現在44% 所以賠率大減 代表說 可能往後升息的距離比較高 那對於這個全球的股會債市 有什麼影響 我們觀察這兩三天好了 比如說對中國來講 這是中國的人民幣對不對 對 往上是貶值 人民幣是貶值 那至於這個入股的部分 說實在是小跌 它也沒跌很多 對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入股來看 就國內 中國的國內來看 國內沒什麼影響 沒感覺 因為股市也沒跌 人民幣就是人民幣 但你從國外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跌 對 外國投資人是跌 對外國人是跌 國內是沒影響 對 對台北股市台灣來講 以台灣為例 以台灣為例 台幣是貶 股市也是跌 所以你還是很有感 外國人很有感 台灣人也有感 外國人是感覺兩次 因為人民幣 台幣也貶 股市又跌 對國內來講 就是股市大跌 所以看到這個效果 我們看一下成熟市場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歐元區 歐元區當然歐元是往上 是呈現一個升值 那股市是跌 所以你說這個發達國家來看 其實影響的程度 好像還有限 因為至少這個貨幣是往上漲 至於日元的部分 往下是升值 那股市跌 這個好像也是抵消掉 對 所以變成是說 這個感覺上 就是說 中美在大戰的時候 成熟市場 它戰場當然是全世界 就非中美以外的地方 成熟市場 這樣防禦力比較強 是 貨幣可以升值 對 但對人民幣來講 人民幣對它是貶值 對 那可能這個部分 可能注意一下 但是從這個股市跟 匯市來看 其實是抵消掉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對 那新市場就慘了 貨幣又重貶 股市又下跌 跟台灣一樣 這種情況 那目前影響最大的是誰 然後這個 最大股主就是 對這個中國 依賴 依賴 程度最高的 那貿易依存度最高就是巴西 現在有認為巴西大概明年 它的再性評級 可能就會進入垃圾等級 對 最近巴西非常危險 對 你看以前的金磚 現在也變成不知道是什麼了 對 只剩下一個中國獨牆 蠻奇怪 土磚 澳幣的部分是排第二 澳洲目前經濟也很慘 那韓環就排這個地方 其實它沒有把台灣列進去 台灣大概在這個地方 幸好台灣不被承認 對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應該是接近40% 終於知道台灣不獨立的好處 不然外資報告 台灣擺第二嚇死了 對 最近巴西跌到什麼地方 就說聽說 那麼外國的投資人 外國的這些法人機構 對於巴西的研究報告 寫完還來不及看出來 就要把它撕掉 因為貨幣又重貶 所以要重新再寫一份報告 所以巴西還滿慘的 這個我們就提到說 因為這個主要是50% 都被中國吸納 它的出口 對 那這個人民幣 只要貶值1%的話 大宗的這個商品價格 可能會下滑0.5到0.6% 所以所有的這個大宗物資 就是說這些 以原物料為主的國家 其實受傷非常重 對 那另外的部分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黃金 黃金昨天為什麼會急談 對啊 這個大概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是說 昨天美元 那個最近這兩天 美元是貶值 對 那如果說以黃金來計價的話 當然黃金會容易漲 對 他用美元計價 對 但就是說其實對於這些 受到貶值的國家來看的話 黃金變成是一個保值的工具 對 我們這個舉個例子 觀眾朋友就以台灣為例 這邊是美元計價的 台銀 黃金存在的美元計價 這兩天漲多不多 漲2% 還不錯 可是你用台幣計價是漲3.9% 所以也就是說 你手上有黃金有人幣的話 基本上可以抵消掉它的風險 加起來是持有美元抵消不掉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 黃金在像台灣這種 欣欣落後國家 我們叫現在像巴西的欣欣落後國家 基本上還是買黃金最安全 怎麼變這種發展 對 就是很奇怪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是說因為美國可能緩升息 所以黃金談 第二部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避險的需求 對 我們如果說以人民幣跟美元好了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這兩條 一條是用人民幣計價的 像藍色部分是人民幣計價的 黃金價格走勢 對 紅色的部分是美元計價的 黃金價格走勢 過去差不多 過去半年的時間 所以你看到人民幣重貶 好像說實在就貼著 我們就講一句話 假設我們都是以黃金為基礎的話 對 其實他們走勢是貼在一起的 就是以黃金當貨幣 人民幣跟美元都當一個子 對 兩個其實是黏在一起的 對 所以就是我們講 這以黃金為中心的話 其實這個人民幣跟美元是咬著 是咬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一下 這個貶值的貨幣 比如說以這個澳幣來看 上面藍色的部分是澳幣計價的黃金 下面是以美元計價的黃金 你看就差多少 半年的時間大概價格差那麼多 對 代表說你透過這個黃金的部分 其實它沒有破底 是 它這段半年的時間其實沒有破底 對 因為是澳幣貶值的關係 所以它是反而有保值的效果 是 所以這個可能一部分的避險的需求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們在探討說 人民幣的貶值 因為它是主動在 發動 發動 對 那當然後面感覺上效果 跟美國升息有點像 對 可是事實上這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人民幣去發動的話 它變成是主動去吸收美元 對 主動去拋售人民幣 對 那如果說美國升息的話 變成是說我為了去買美元 對 我去拋售資產 對 就拋售比如說人民幣 拋售新台幣 拋售所謂新興市場貨幣 去買美元 所以這兩個發動點是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個地方雖然說感覺上 表面的效果是一樣 其實這個結果應該是不太一樣 但我們可以持續觀察 因為這種事情好像沒看過 好 這個主動跟被動之間 特別是中美 這個人類史上最大的一場 貨幣大戰 到底發展什麼 我們先進行往後回來觀察 第一個 黃金這一次的轉強 是真轉強還是假轉強 不用看基本面 當歐洲 當日本 當中國 當美國 這四大經濟體跟強國 都把貨幣的幣值 當兒戲的時候 黃金它的救命的一個工具 或性質會不會再度產生 昨天油價也開始做反彈 可是昨天農產品崩盤 為什麼 黃豆小麥魚比創的新低 到底要怎麼解讀 這場貨幣大戰 開始產生的衍生效果 將廣告 來之後進個節目